刘德华可以说是与乐圈唯一一颗长青手 不管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品 都得到了举国上下的认同 早在2007年 他就获得亚洲电影票房巨星奖 百家传媒年度致敬电影人奖 2017年获得香港数人大学 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今年更是代表华人基身世界 最受尊敬男士第18名 给华人赚足了面子 刘德华只典型的草根出生 或许正是过早的体验过生活的甘男辛苦 刘德华成名前后 一直以帮助他人为乐 这一点在他大红大紫后尤为明显 难怪媒体都赞不绝口 称他这样的艺人已经绝种了 当年惨遭生意滑铁卢的张卫健濒临破产 他找到刘德华 刘德华二话不说 给了一张支票让他随便先 正是这次的仗义相助 张卫健才得以东山再起 事后当即的提问张卫健 是怎样逃过债务危机 张卫健直言刘德华救了他的命 刘德华的大恩大德 他永生难忘 当年奔川地震 刘德华亲赴现场 被灾区雪中送炭 不仅出资还竭力号召圈内人 慷慨解囊 并在演一届五点一二关爱行动会演上 单膝跪地给全体无常出演的艺人 献上最诚挚的敬意 男儿膝下有黄金 若不是大家帮助受灾群众 刘德华断然没有一跪 反看杜某某为了出风头 崇洋媚爱的下跪 云泥之别尽收眼底 当年还是无名小卒的王老强出演傻根 片场中无意看见刘德华 激动万分的王老强一时手 足无措 干脆下跪地表示自己的欢喜之情 刘德华健壮业立马单膝跪地 跟着王老强对拜起来 堂堂天王在一个小楼的面前 也是毫无架子 体系入微的呵护着对方的自尊心 不像某些十八些明星 吐出口水都得要助理用手捧着 简直不要太恶心 刘家辉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 恶人专业户的三大光头之一 长年累月的打戏 让他不堪重负 最终瘫倒在床 这还不算 结发多年的妻子 在危难之际卷款而逃 扔下奄奄一息的刘家辉 独自在医院里 刘德华知道后默默无闻地去帮他 一度心酸流泪 时隔多年 该还呢还是要还个 蓝结英事件的真相逐渐水落石出 但大家忌惮两位大佬的位置 都是敢怒不敢言 都躲得蓝结英远远的 只有刘德华冒着被特殊照顾的风险 私下多次自掏腰包 救济蓝结英 还专门为他申请最高补助金 这么好的人品 难怪出道三十多年 就他红了这么久 希望他都能红一辈子 阿满打招呼 阿满打赛呼